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芝琪啊 怎麼還沒到多少 在我第一次創業的時候 我遇到了瓶頸 當時 父親只和我說了一句話 你如果做不行 你就回來 從那一天之後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把最後的 都給爸爸 爸爸 這是你最後的過命 父親節快樂